郭靖倒死都没有想到 他的蠢女儿郭福 经意外造就两个天下第一 不得不承认 郭福很好地继承了黄荣的美貌 他皮不白腻 妩媚动人 不仅武士兄弟 被郭福迷得神魂颠倒 就连狂傲不羁的杨过 在被郭福看了几眼之后 都会罩红了脸 将头转到一边 不过郭福自小被黄荣啃在手心 在黄荣的异常联系 失事纵子之下 郭福不到一岁便已顽皮不堪 郭靖有时看不过眼 管教几句 黄荣却着意护持 郭靖没管一回 结果女儿反而更加放肆一回 待郭福长大成人之后 他的容貌越加秀丽绝伦 郭福的韧性 无恼也越加显而易见 那时杨过为了化解 武士兄弟的手足相残 谎称自己是郭福的未婚夫 杨过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成功让武士兄弟握手言和 杨过哪里料得倒 自己的好心好意 却惹来了郭福的质问 不管杨过如何解释 暴躁的郭福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 他还挥舞力剑 硬生生地斩落了杨过一条手臂 在黄荣的庇护之下 郭福斩断杨过一臂之势 就这样不了了之 没过多久 自作聪明的郭福 又在古墓里射出冰破银针 害得小龙女体内毒素 深入古葬六府 从此和杨过分别了16年之久 郭福好歹是郭靖黄荣之女 但他出门在外的一言一行 显得无知愚昧 显得十分没格局 不过郭福却在阴差阳错之下 造就了两位天下第一 杨过的玄铁剑法和黯然销魂掌 都是当事一绝 他的玄铁剑法曾在崇阳宫历所群雄 就连不可一世的金人法王 也败在杨过的重剑之下 而东邪黄药师承认 杨过的黯然销魂掌威力惊人 天下间未有郭靖打出的降龙十八掌 方能与之媲美比肩 然而若没有郭福姑娘的成全 杨过如何能成为 后神雕时代的天下第一 当年杨过流落嘉心被郭靖遇上 郭靖大喜之下 当即带着杨过上了桃花岛 不过杨过在桃花岛上过得并不好 除了武士兄弟 黄荣的排挤 多疑孤傲的杨过 还和大小姐郭福频频产生摩擦 因为郭福踩死了杨过的蟋蟀 杨过暴目之下 打了郭福一个耳光 武士兄弟辞人不会放过杨过 三人在海边爆发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打斗 杨过窒息之下 施展蛤蟆共打晕了武修文 最后被逐出桃花岛 前往钟南山拜师学艺 误打误撞之下 杨过判出全真教 拜了古墓派的小龙女为师 从此几百家之场 又自创武学 年仅36岁 旧姬身一流高手之列 和周伯通一登大师 郭靖等人齐名 除了杨过之外 郭福还见接造就了另一位天下第一 此人正是倚天时代的 武林之尊张三丰 戏读过倚天屠龙记的读者会知道 尽管主角张无忌屡次邂逅其遇 想拨门神功纳入当中 不过当张无忌回过头来才发现 自己的太师父张三丰的武功 竟是如此深不可测 张三丰原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因为练成罗汉权 被少林寺追杀 学院大师为了保护张三丰 弃举而亡 张三丰从此也成了一个无依无靠之人 眼见张三丰举目无倾 身世悲惨 郭香动了侧影之心 他脱下手桌递给张三丰 让他去投靠襄阳城的郭靖 郭香认为 以张三丰的天赋慧根 自己的父亲见了不仅大为欢喜 甚至还有可能收张三丰为徒 张三丰早就听闻了郭靖的大名 可蠢蠢欲动的他 还没动身前往襄阳城 就被郭香的另一句话 惊得后背发冷 郭香是这么说的 我弟弟忠厚老实 一定跟你很说得来 只是我子子脾气大些 一个不对 说话便不给人留脸面 但你只需顺着他歇儿 也就是了 郭香说完这句话 就骑着青驴继续踏上追寻阳过的漫漫之旅 张三丰却陷入了沉思当中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堂堂热血男儿 岂能寄人篱下 看郭福郭大小姐的脸色 想到这里 张三丰历史打消了投靠郭靖的念头 他索性钻入深山老林之中恶债野果 可饮健全 从此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武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张三丰的勤学苦练之下 他不仅自创了纯阳无几功 还开创了能与少林分庭抗礼的武当一脉 综上郭福靖意外造就了两个天下第一 一个是神雕大侠阳过 另一个则是张真人张三丰